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個橡膠錶帶要如何保養 尤其是夏天到了 手容易流汗 那配這個 配戴這個皮錶帶有一個缺點 就是當你手部流汗的時候 這個汗漬啊都會吸附在這個皮革上面 就會你看就會很明顯涼結 這是原來 背皮的樣子 這是吸到汗之後的樣子 除了顏色有變化之外呢 它的味道也會變得不好聞 所以建議夏天到了 我們就換成這個 橡膠錶帶 橡膠錶帶其實帶久了它也會舊 有刮粉 那這要怎麼保養呢 我建議大家去買一瓶這種細油 小瓶的就可以了 細油 細油膏也可以 然後再準備一個 小的刷子 那這個細油呢就用一點布或者是衛生紙 沾一點 然後塗在這個橡膠的上面 太多了 兩面都塗 塗在這上面 然後再用這個刷子去刷它 刷子 用意就是因為它的這個 有些溝槽啊特別多 不容易 保養到所以都用刷子 這樣會比較均勻 然後刷乾淨 你刷過一次之後呢 這錶帶會變得跟新的一樣 一些灰塵啊 刷傷啊 其實都會不見 然後再稍微擦一下 再給它放乾就好了 非常亮還有光澤 對不對 那這一款是TED書的潛水錶帶 它的概念是來自於潛水艇 你可以看到就有潛水艇的視窗 潛水艇的這種漆片 整個設計感都不錯 那安裝也很簡單 這樣放上去就好 然後再把這個 叉燒 從旁邊這邊 放進去 然後再拿這個一字旗啊 把它鎖緊就好 那如果你的那個Pana也是有快拆系統化 它這邊也有留兩個 快拆孔 讓你好安裝 這樣就是要安裝完成 這個概念表其實 非常好看 第二款香蕉錶帶呢 是這一款 也是TED書 開發設計的 它的概念呢 是來自於那個 我們潛水的時候的那個 挖斜 然後把這個挖斜拉長 就變成一個錶帶 然後這是挖斜上面的那種旗 那它適合的安裝的規格 它錶耳寬是 20mm 基本上你的手錶是20mm的都可以裝得下去 除了勞力士之外啊 Omega 只要是錶耳寬這邊 20mm 20mm的 都可以來試試看 應該都裝得下去啊 那它安裝也很簡單 反過來裝 基本上不用什麼工具 稍微挖一下 讓它 卡到那個洞 好 聽到Dep一聲 Dep一聲 這樣就好 就安裝完 完成 那這一款 挖斜系列的 香蕉錶帶 它做的比較長一點 所以 首尾大概17以上的 才建議你購買 像我的首尾比較出18.5mm 戴起來是剛剛好 所以 17到20公分 首尾 我就 建議你可以買這一條 買OK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了 謝謝各位